这个鱼喂 吃一下 哦 它就自动地给小鱼喂食了 是吧 极客改装的鱼缸 小孩子也敢大胆喂鱼 一起喂五次 哦 喂五次啊 你听见话这个遥控器 就把你们家的鱼称坏了 极客发明的小装置 竟能每天多收入一千块钱 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呢 他不喜欢用险进 极客们的智能生活 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讲百姓身边事看中国新变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遍中国 我现在就在重庆市的人民广场 之前我们通过手机客户端 央视影音走遍中国新据点 互动平台发布了一条消息 寻找那些用高薪技术 改变我们生活的科技达人 为我们提供线索的网友非常多 其中有一条消息 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说在重庆啊 有一帮自称为 极客的80后 90后 在他们手中诞生了很多高薪技术 我现在就来到了重庆 看看这些80后 90后的极客们 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厉害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2015年GDP增长达11%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 重庆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 全球25%的笔记本电脑出自重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高薪技术如何助推重庆经济高速发展 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因此当我们听说 重庆活跃着一个由科技人才组成的极客群后 立即前往重庆 也许能从这个群体身上 发现重庆高速发展的秘密 经过联系我们来到了重庆市的 一家发电机场 找到了为我们提供线索的黄球副 你好 你好 黄先生 你好 你这在忙什么呢 我在倒腾一个洗车的 洗车 对 但你给我没发微信 说你这有高科技 那高科技在哪呢 我这个就是高科技 我现在自己做的一个 洗车的一个装置 那你和其他洗车的有什么不同 它的高科技在哪些地方呢 这个的话就是说 刚才讲到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 就是市场上可以通用买得到 但这个东西就买不到 这个是你的核心 对啊 因为一般洗车 或者洗地面呢 都会离得比较远 离得这个东西比较远 我一放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它都会感知到 一个压力的变化 黄先生 那你给我演示一下 看怎么洗车的 看和我们普通的洗车 它有什么优势 好吗 可以 可以 好的 好的 就直接用这个 这里 捏住这个扳机 好 你可以看得到 我一放一捏的时候 那边就会咕噜咕噜地响 对 那就说明这个机器在运转 好 我一放开 就是这个时候不喷水的时候 这个机器它自动就停掉 黄球富是一个典型的 理工科毕业生 工作上他是发电机场的工程师 生活中他是痴迷于研究的科技达人 这个小发明的关键 是他研制的感应开关 只要感应到没有洗车 整个系统就会停止工作 既节水又节电 他告诉我们 在重庆 像他这样运用技术 改变生活的人 组成了一个群体 有人称他们为极客 黄先生 你就是凭这个洗车工具 说自己是极客的吗 那个 这个只是小儿客 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 我们更先进的东西 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才是我们作为极客 去追求的一些技术上的 一些创新和最先进的东西 这就是你们现在做的一个高科技是吧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发电机吗 对 这个发电机 先进的在于我们这个控制系统 常规的发电机 就是采用这种接触式的 就是人可以必须要走过来 这种控制的方式 就是国际上 就是大一点的公司 发电机公司 他们现在常规的做法 通用的做法就是通过电脑来控制 用电脑控制发电机运转 是目前国际市场上 比较先进的操作方式 而黄球富和他的伙伴们 研制的控制系统更先进 工作人员可以不受场地限制 只要有网络信号的地方 都可以用手机进行远程控制 那平时用这个手机 是怎么来控制的 一样的 很简单的 我只需要按一下就行了 自动控制 对 我也可以在这里 看到当前的参数 如果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 比如我们现在模拟一个故障 方刚 麻烦你 这个就是出现故障的情况 在国际市场上 这套控制系统属于最前沿的技术 它使得中国制造的发电机 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黄球富希望通过这套控制系统 让我们了解极客这个群体 首先是追求最前沿技术的一群人 而重庆极客 在追求前沿技术的同时 更是一个注重合作的群体 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 这个APP确实很先进 即使你不懂 你也可以知道 它发生了什么 发电机到底处于什么状态 这个确实很先进 那么这个东西 我和许光都做不了 那谁能完成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专门做APP和网络程序的 专业的极客团队 那我们能够见到这个极客团队吗 可以啊 可以 最近我们有一个 就是针对一个项目的一个研讨会 你可以去感受那里的气氛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走吧 当天下午 黄球服带我们来到了 重庆市渝中区的 移动电子商务产业园 重庆极客们将要在这里 举行一个聚会 借此机会 我们正好进一步了解 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现在我们来到了 与中区的移动电子商务产业园 黄球服所说的 另一位极客朋友 在这里开办了一家创业公司 据他说啊 这位朋友比他还年轻 但技术却相当厉害 可以说是圈里的资深极客了 那么他对极客是怎么理解的呢 黄先生是这里吗 对 到了 李莉 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李莉是一位 1989年出生的创业者 远程控制发电机技术的 手机软件 就是李莉和她的团队开发的 那行 你们先聊 我们先到实验室去 待会儿见 一会儿就 李莉 这些都是你得的 你给我讲讲这些奖状 都有哪些来历 前前后我们获了全国 三十多项一个奖状 就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是我们才开始的一个比赛 一二年的时候 这个奖很小 只有一千块钱 但是的话 鼓舞了我们最初的几个人 然后继续努力 这是你第一张得的 对 对 第一张得的奖 李莉从创业之初 就显得与众不同 她开公司的 四十万元启动资金 都是她参赛获得的奖金 从上大学开始 李莉痴迷于新技术的研发 这种痴迷 一直延续到 她创办的公司中 你认为极客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极客 它就是一群对技术 非常执着的一群人 他们相信这个技术 能解决生活当中的一切难题 并且的话 视技术为信仰这一群人 就从你的言谈中 我是觉得你一直是把自己 当作是极客 那你对这个开公司 是不是也渗透了一些 极客的理念 对对对 其实我们这些 这种极客开的公司 和我们那种一般的企业 它不同在哪个地方 它不同在于 我们的目的 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而是我们是追求 科技应用的这么一个最大化 那哪些地方 体现了你这个极客的理念呢 就比如说 我们公司的那些利润 它更多的 不是说我拿来 比如说去买房子 或者干什么事情 更多的是拿来 为我们极客的科技这块服务 就比如说 大型更好的实验室 然后我们能去创造出 更新更新的东西出来 那能不能让我们去感受一下 你这个公司 它所呈现的极客的理念 行 来 我们带你去我们的 那个实验室研发中心 走进实验室 可以看到许多实验仪器 3D打印机 小型竖控机床 电子模拟装置等等 这些先进的设备 令我们很惊讶 还在创业阶段的李力 就能搭建这样一个 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吗 经过了解 我们才知道 这个实验室的建设 得到了重庆市 与中区电创员的支持 李力负责实验室的 软件部分 电创员配套硬件设施 在实验室里 李力向我们展示了 性能先进的月球车 这台月球车 它的科技的亮点在什么地方 这台月球车 最大的亮点在于 这一块 它什么作用 这个叫做激光雷达 它有什么作用 它可以把你四周的环境 可以给你扫描出来 它就相当于是 我们月球车的眼睛 这台月球车 是按2013年 中国首辆成功登月的 玉兔号月球车仿造的 它结合了机械 动力 控制等多项技术 是科技实力的综合体现 李力制作这台月球车 一方面为了钻研 最前沿的技术 另一方面 为了探索前沿技术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以月球车上的 激光雷达为例 李力向我们介绍了 它的构想 看到这个屏幕了吧 我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这月球车的 激光雷达 它实时扫描出来的一个图 这些黄色的 就是相当于月球车 它周围的障碍物 你看那个唐中杰 你从这边走过去一下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它变红了 对 就是证明 它是在我们月球车 两米范围之内 对 然后你再往后面 走远一点 你看到没有 这个小红点消失了 就没了 对 但是黄色点还是在 黄色点就是它是妥 对 所以说的话 我们就把它夹造成一个障碍物 或是一个月球上面的 一个陨石 这个系统 它就可以避免 耗上这些大的什么石块 这些物体 其实这个雷达 它其实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用处 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发生很快 特别是无人驾驶这块技术 它是用在无人驾驶上面 其实无人驾驶技术当中 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我们这个激光雷达 我直接怎么按呢 钻研最新技术 服务现实生活 一直是李莉的追求 也是重庆极客们 做事的态度 李莉防制的月球车上 有许多当今科技 最前沿的技术 但李莉把这些技术 开放到网上 与其他极客共享 专业术语叫开源 就是与伙伴们分享技术成果 大家合作完成月球车的 万代升级 新技术的合作与分享 正是重庆极客的突出特点 就在我们熟悉月球车的时候 重庆极客群的成员 陆续来到了聚会现场 这些极客都是80后 90后的科技人才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技术领域 小有成就 这一位是叫王巡 然后也是我们一个极客 他主要是在电路这一块 他是比较专业 然后做出电子设计这一块 然后这一位叫傅杨森 他其实还是一位在校大学生 也是我们极客群体当中的一员 通过你的介绍 我发现他们是各有所长 那么今天把他们聚集在这里 是做什么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今天解决的问题 主要是要为我们园区的 一个老旧楼宇 因为它要改造成一个新的 为我们极客提供的 一个办公环境 所以说的话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电力 还有我们的一个门禁 然后传播识别这一块 然后我们遇到一个 很棘手的问题 然后需要让大家来讨论 看能不能发挥我们的各自所长 然后提出一个好的建议 今天极客们讨论的内容是如何改造 渝中区产业园的门禁系统 渝中区位于重庆市的核心地带 历史上遗留下来许多需要改造的老旧楼宇 渝中区电创园官委会成立后 将老旧楼宇改造成各种功能的产业园 同时出台截免房租 配套硬件等优惠扶持措施 帮助科技人才落户发展 然而老旧楼宇的改造 有时也会遇到技术难题 极客们在得知改造产业园的门禁系统 遇到了困难后 举行了今天这个聚会 商量过几天 把他们研制的门闸和电机设备 搬到产业园进行现场调试 在等待现场调试的间隙 我们跟随极客陈国华 前往一家重庆火锅店 看看极客们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的 现在我来到了渝中区的重庆老街 从这里可以看到典型的山城特色 陈国华所说的火锅店就在这里 据说这是一家将近开了20年的老店了 当商家遇上极客 高科技遇上火锅店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们马上就能看到 这是一家开了20多年的火锅老店 靠销售祖传的火锅底料 老店主就可以收回开店的成本 但随着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 老店主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 陈国华听说这件事后 不仅帮助老店主上网销售火锅底料 而且还帮他建起了手机支付客户端 让这家老火锅店赶上了网络经济的快车 这个怎么用 能够示范一下吗 可以 完全没问题 我们只要先感知一下 对 支付成功 确认一下 对对 老板他不用看你手机 他只能知道支付了多少钱 他要去一室 就非常的便利 便利 我们宇宙区是老虎我也比较多 这种叫传承中间的 都是一些年长的一些长辈在经营 对新鲜事物还不能够接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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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板他给你带来了哪些实惠 他增加了我的运烈收入 增加了多少 每天至少一千多嘛 嘴皮都有一千多 那都是 一天增加了一千多 一千多 那还是数目不少 就是 我要知道 因为以前呢 因为我没用那个的时代 都是用现金支付 有很多年轻人呢 他不喜欢用现金 自从用了那个过后 我们来很多顾客 包括中年人很多 他都也觉得这个很适用 从火锅店的改变可以看出 极客们用科技改变生活的努力 相当实用 但进一步了解才发现 这种实用的背后 却有着别人不知道的艰辛 为了观察极客的生活 我们提出到陈国华的家里 去看一看 虽然极客们的技术 不容易听懂 但是如果能够应用到生活中 人们就很容易明白 这些技术是干什么的了 所以当我们听说 陈国华用技术改造了他的家 我们马上就提出去看一看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 陈国华所住的小区 看一看极客的家里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好你好 陈先生 打扰您了 欢迎 在你们家 对对对 真的还挺温馨的 还好吧 我们就是来你们家看高科技的 高科技在哪呢 温馨馨 今天回家了 对 然后 先开门 对 开门 OK 一开门也就是说 他只要听到门响 他就立马自动亮亮 对对自动亮亮 它也是有一个门磁 磁感应 门磁在哪里呢 对 在上面 就这个是吧 对对对 通过这个感应 那别就亮了 从进门开始 陈国华就不断地给我们惊喜 他在客厅安装了 无人自动断电装置 只要没有人活动 一分钟后 客厅里的电灯电视 就会自动断电 灯也已经灭了 还有孩子玩的汽车 被他改装成了 风动电控汽车 喂鱼的装置 也被他安上了遥控电机 就连小孩子也能学会喂鱼 它是控制鱼的 那怎么控制的 你给我展示一下 对 刚才一喂 试一下 开始 它就自动地给小鱼喂食了 是吧 对 它可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 比如我们经常出差 或者去哪里游玩 三到五天没回来 鱼才受不了 它就会自动地 自动给它喂鱼 然后眼神也可以看到 这个量 食量还有多少 平时小朋友把这个都当玩具了 他就自己在玩 你不能老喂鱼 都把鱼给撑坏了 对 鱼就变得像鞋子暴打 那你一天喂它几回 一天喂几次 鱼 一天喂五次 喂五次呀 你真的怕这个鱼 都把你们家的鱼撑坏了 所以我都把它口过来关了 不然它天天喂 天天都关这个词 对 就撑坏了 好不好玩 一项像科技巧发明 饱含了陈国华对家庭的热爱 一直以来 陈国华都没有放弃 对于科技的追求 最困难的时候 他一个月所有的收入加起来 只有1200元 而且一拿就是五年 说起那段艰难的日子 陈国华内心满满的 是对家人的愧疚 和对理想的坚持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比较小 才40平方左右 然后我妈需要住在阳台上 然后搭个小船上的船去坐 然后重庆的天气就是叫 冬冷夏暖这种环境 因为空调也是比较奢侈品 然后我就这样 怎么给我儿子一个 至少有个比较 正常的环境吧 所以说 敌决是很难 你家人就是为你这个追求 付出了很大的艰辛 对 我也是希望 感谢他们的支持吧 感谢他们的支持吧 然后 但是我最终还是觉得 这两路 也许最终 它不能改变 这个技术进程 但是我也希望 能够在 这科学 技术的这个行业上 就是留下个脚印 对 留下个脚印 也许最终 最终的结果 能成也好 不能成也好 我 我 已经就是说 在体会到这个过程 我觉得就 就注意 够了 陈国华发自内心的话语 道出了所有极客的心声 钻研科技的道路 充满艰辛 只有热爱科技的人 才能无怨无悔地 坚持下去 离开了陈国华的家 我们来到了 他所在的公司 重庆极客群里讨论的 老旧楼宇改造项目中的 关键设备就在这里 在陈国华的家里 听说了 他是一个非常注重 实用的极客 那么极客的技术 落到实处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我就进来了 这是一个使用 手机通过的门禁系统 它极大的方便了 人们的出现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那我比如说 我家里有老人 很多老人 他没有手机的 也不会用手机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 人脸识别的一个系统 人脸识别 它怎么识别的 打个比方 你看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不用手机 不用任何东西 也不用卡片 就能够 它是一个系统 就自动让你过了 对 完成这个操作 磁卡 手机 人脸识别 三位一体的门闸 是重庆极客开发的 最新型安全系统 之前极客聚会讨论的 就是用这个系统 参与产业员的门禁改造 今天极客们把门禁系统 和发电机一起搬到了 重庆市渔中区的 U创空间进行首次现场调试 渔中区电创园管委会 已经改造了26栋老旧楼宇 有着丰富的改造经验 极客们在调试的过程中 请来了电创园管委会的 刘童主任 结合实际情况 解决调试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 其实像我们的极客 每次来到我们的 渔中区这边的园区 就会感觉到 我们园区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 我们园区都有很多 我们极客做的一些 高科技的一些园区 可以体验 现在的话 这一块我们 应该是才研发出来 然后现在进行一个测试 还是试验 还是测试 对 比像这个装置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在测试 然后一旦 比如说以后 部署的话 就会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极客们与渔中区 电创园管委会 在多次合作中形成共赢 电创园为极客提供 良好的发展环境 而极客反过来 利用掌握的技术 帮助电创园换代升级 新年极客和创客们 他们的创新激情 带动了我们新兴产业的 集聚和楼宇经济的发展 好 所以说2015年 我就说了我们的 新兴产业的总值 新兴产业总值 大概是200亿元 千万的楼宇 达到了148栋 而且他们研发的科技产品 首先在我们的科技园区中 进行应用 这样也提升了 我们的新兴科技产业园区的 技术含量 这种科技园区与高薪人才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模式 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更营造了整个社会科技创新 和转换发展模式的 良好氛围 刚开始接触重庆极客的时候 觉得他们和其他地区的极客一样 都对技术有着不顾一切的追求 而通过这几天的调查 我发现除此之外 他们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许多听起来 高深的技术成为他们服务社会的工具 而他们自己也在服务的过程中 获得了社会认同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走遍中国》 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央视影音《走遍中国》新剧点 和我们交流 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节目线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是有着飞翔梦想的摄影师 同样也是操控飞行器的飞行员 那时候摇护器要能护着地区 为了像飞鸟一样俯瞰大地 他们不断付出自己的辛劳 并积累着成功的经验 必须要有承受这个能力 追梦的翅膀 去了解这些痴迷飞行的航拍人 分享他们的传奇故事